大家欢迎收看全新的一期史丹利的球球天地 我是你的球衣摄影师史丹利 本周四就是北京时间5月26号凌晨3点钟 首届的欧协联的决赛将会正式的打响 决赛双方是来自易甲的罗马 以及来自合甲的菲耶诺德 非常幸运 由于本次的决赛 我的朋友有份协助罗马俱乐部举行一场 非常有趣非常好的一个看球的活动 所以呢我也是滔滔光 非常荣幸的从他手上借来 这三届罗马21-22赛季主场客场以及第二客场的球衣 虽然比赛已经到了最后一场 不过呢只要有机会呢 还是希望呢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Liu Balance出品的球衣究竟会是怎么样的 然后Liu Balance给罗马的待遇又会是怎么样呢 2021年的2月份 罗马俱乐部正式宣布更换球衣的主赞助商 从之前的一个N换成了另一个N 也是就是Liu Balance 也是易甲当中呢 首家由Liu Balance去赞助的俱乐部 大家所看到这三件球衣呢 均为球迷版的球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主场的球衣好吗 主场的球衣呢 使用的是传统的罗马红黄配色 由于有可能是赞助的第一个赛季啊 其实主场的球衣呢 实话实说 细节还是缺乏的而且亮点呢也不是太多 相比之前赞助的品牌呢 其实球迷版的这件主场的罗马球衣呢 背后大王眼的设计呢 其实让它的透气度呢还是有所增加的 赞助商的logo以及对徽呢 均为刺绣 而背部下摆这个位置呢 应有La Lupa 就是母狼的一个标示 而球衣背后所烫印的为特殊的印字 关于这个印字啊我们稍微卖一个关子 之后我会详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白色的这件客厂的球衣 白色的客厂的球衣 设计的灵感来源于1978到1979赛季 红黄的罗马配色呢 集中在袖口的位置去展现 而面料是跟主场一样 同样是NB Dry 如果有买过利物浦之前的球衣的朋友呢 其实相信呢对面料还是非常熟悉的 透气度还是有所增加 而且我觉得透气度呢 整体是确实非常不错的 不过啊 轻薄的面料同样也会换来了 就是相对比较容易去勾丝了 所以大家在购买之前呢 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小小缺点的地方啊 特别是喜欢穿球衣背书包的朋友 在腰间这个位置呢 特别会容易呢 因为书包的背带呢 而勒出一些小小的勾丝的位置的 与主场不同啊 白色的客厂球衣呢 使用的是圆领的设计 我觉得白色这件客厂的球衣呢 与第二客厂这件球衣一样呢 同样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穿搭的一个配色 不过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呢 首先倒一个切啊 因为这些球衣都是我借回来的 当我拍完之后呢 需要归还给我的朋友 然后他在这个看球的活动的现场呢 去使用 有一部分呢 也是需要呢 抽送给去现场看球的一些幸运的球迷的 所以非常抱歉 没有办法呢 剪掉这个吊牌 然后再以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状态呢 去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希望大家多多抱歉 当然也是要再一次呢 感谢我的朋友对我的支持 把这三件衣服呢 借给我去拍摄 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第二客厂的球衣 第二客厂的球衣呢 为黄蓝配色 与主客厂不同啊 对徽为狼头 诶这个狼头呢 相信大家呢 都是非常的熟悉了 同样啊 这个狼头出现在球衣上面呢 也是在1978年 这一个赛季的 黄蓝配色的色带呢 斜跨在整一件球衣的正前方 而客厂以及第二客厂的球衣的透气孔 以及这个网眼的设计呢 让我呢 在视觉上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哎 这两件衣服呢 会比主场的球衣呢 会稍微透气一点点啊 三件球衣在绣管的位置呢 均带有特殊编织的一个部分 让绣管的位置呢 首先会更贴合你的手臂 同时啊 也是增加了穿着上的一些舒适感 好的 按照管理 0分是最低分 5分是最高分 先为这三件的球衣 就是罗马的主场 客厂以及第二客厂 把一个综合的评分好吗 而另外啊 本赛季罗马呢 其实还推出了第三客厂的球衣 也有的朋友呢 会称为呢 第四球衣 配色呢 以海军蓝作为主调的颜色 其实从前两个赛季开始啊 不少品牌呢 已经开始为球队呢 推出第三客厂 或者有一些朋友 叫做第四球衣 究竟大家觉得 这个推出第四球衣 是好还是坏 是厂家 为大家提供更多 更好的一个装备 还是厂家在割韭菜呢 之后呢 也会出新来期视频呢 跟大家去互动 去讨论一下这个方面呢 刚才跟大家所提到的 球衣的印制呢 其实就是罗马俱乐部呢 在我们中国春节期间呢 推出的特别版本的印制 印制当中加入了 由锐收白虎 静松祥云以及仓竹呢 等等的中国元素所组成的图案 虽然最近几年呢 其实不少的欧洲俱乐部呢 为了跟我们 中国的球迷的打好关系 其实呢 都会在春节期间呢 推出中文版本的这个印制 不过我觉得 从诚意度来看呢 罗马这一次推出的 特别设计的版本的 这个 中国春节的印制呢 会令我呢 印象更加的深刻 为罗马俱乐部这一次的操作呢 点个大大的赞好吗 其实罗马俱乐部呢 我知道在我们中国呢 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球迷啊 这些球迷可能被前几个赛季 罗马的装备所吸引 会被之前几个赛季 罗马的相对比较好的成绩去吸引 也有部分球迷呢 会是因为呢 慕尼尼奥本赛季的一个入主呢 吸引到这个球队上 然后呢 从而支持这个球队的 无论怎么样都好 对于这三件的球迷呢 其实史达尼在这里啊 还是有三个呢 嗯 我觉得还是做的不是太俗 或者是不是太好 可以再进步一点点的 三个小小的一个想法吧 首先三届球迷呢 配色上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 而且设计上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胸前的广告呢 还是稍微缺一点点的设计感的 特别这个 第二克场胸前的广告 这个白色的广告呢 我觉得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点 其他两个的广告呢 你怎么说还是相对比较的 配合这个球一总体的一个颜色的是吧 而第二个呢 就是购买的渠道 我知道呢 其实罗马呢 在我们中国呢 会有自己的官方商城 不过呢 可能对于我这种呢 比较经常去留意一些球一的 近况或是一些球一发售渠道的人呢 可能会稍微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对于普罗大众 对于一些其他的球迷来说呢 可能有部分的球迷呢 也是并非呢 特别清楚 这个官方的一个购买的渠道的 而最后一个呢 当然就是可以买到装备的一个范围 除了可以买到球迷版之外呢 希望也可以引入球员版呢 让更高阶对球一更有要求 更有追求的球迷朋友呢 可以买到呢 最顶级版本的球一 除此之外呢 希望也是可以引入 比如说好像第三客场 就是那间第四球一啊 或者是更多更多 更有趣的 更广泛的范围 更广的一个罗马的一些周边的产品 不仅仅仅现在这个球一上面 是吧 如果你希望在下赛季 一开始就看到史丹利拍摄罗马球一的话呢 希望你记得要给我点一个赞 最好呢 还是给我一个数字三连 这样呢 才能让我视频呢 给更多的人看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麻烦给我按赞和分享 跟你的朋友一起看 然后视频呢 会同步在微博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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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